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題目 它說,請找出普朗克常數跟電量的比值 來,這個圖形我們剛剛研究過 它就是電子的最大動能 來自於光能 再扣掉束縛能 那這個動能用QV來算 這個V叫結子電壓 你把E再除過去 我們可以得到結子電壓 來,除到這裡來 就變成1分之h乘上頻率 再扣掉φ 好,其中 這個東西當作Y座標 這個東西當作S座標 那我們去對應到Y等於MX加K Y等於MX加K 我們就可以得到 這一坨就是什麼率 MX加K 這一坨就是斜率 這一坨就是Y軸的結距 對不對 是齁 好,那我要算的是1分之h啊 就是我們剛剛畫的那個圖形的斜率 其實這個題目一直在暗示你 好,那麼我們怎麼辦呢 來,算斜率 選兩個點就好了 好,當然你精確的話 就這兩個點算斜率 這兩個點算斜率 最後再取平均 這樣也是ok啊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它的這個大小 這個斜率的大小 好,我們就說斜率的大小 1分之h就是斜率的大小 好,那這個斜率的大小就是 ΔV0再取ΔF 選兩個點來算 來,首先 我們這兩個點剛剛是多少 1.05 減掉 0.48 好,高是1.05 減掉0.48 那下面呢 下面的話 剛剛這個是6.91 減掉 王姐 6.91 減掉 5.49 好,別忘了哦 下面是乘上10的 14次方赫茲 來,我們來算一下 這個大小是多少 好,我們來算一下這個大小是多少 上面呢 1.05減到 這個0.48 好,1.05 減掉0.48 來 這個就會變成7 然後0.57 好,0.57 我們先記好 那下面呢 這個東西是6.91 減掉5.49 來,6.91 1.91 減掉5.49 這樣的話 我們就會說 這個提過來一個1 這邊2 這邊4 這邊1.42 1.42 那上面是 5.57 上面是0.57 那底下是 1.42 那再來這個是10的14次方再分母 10的負14次方 好,再來把這個東西算一下 來 0.57 再除以 1.42 這樣會是多少 就等於 就等於 除以 1.42 57 除以 1.42 來,第一個數字就是多少 第一個數字 大概就是4 因為這個4倍是5 6 8 餘2 那餘2的話 接下來沒有喔 接下來就是1 0.401 那0.401 我們再補一個10過去的話 補一個10過去的話 那就是 4.01乘上10的負15次方 那麼我們就回答什麼 這個東西最好回答 這個有效數字兩位 這個是三位 所以我們就回答兩位 就OK了 好,所以這個1就不用寫了 好,1就不用寫了 那麼這個單位要回答一下喔 這個單位要回答一下 這個單位要寫做什麼 因為這個頻率的單位 這電壓的單位 電壓的單位 叫伏特 那這個是頻率單位 頻率單位叫秒分之1 秒分之1 翻上去 就是伏特乘上秒 好,伏特乘上秒 所以本題的答案呢 來,回答這樣就可以了 就對了 之後有關於是 這些單位會發 leur 按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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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住